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轻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067集 原来是这样 李凤梅在火车上遇见了夏大军 夏大军身边还跟着个年轻女人 一看两人关系就不简单 李凤梅是怕阿芬瞧见了刺眼家 小兰这个舅妈倒是挺护着阿芬 唐红恩收回视线 小王 你开快点 一会儿人更多了 你也不好开出去 唐红恩真的不怕夏大军 这种男人还不如经常有一面之缘的马索 马索还能让唐红恩紧张下 被看成是情敌 唐红恩让小王快开车 不是怕了夏大军 是不想让刘芬看了赌心 烦也烦死了 这种男人就不该继续出现在刘芬的视线中 小兰舅妈不错 一定是火车上遇见了夏大军 却没引起夏大军的注意 下了火车急着要走 也是怕夏大军看见阿芬再纠缠 不对 夏大军现在身边又有了个年轻的女人 一个曾经没钱的农民 现在心找了年轻的 看见阿芬这个前妻 岂不是会炫耀一番 若不是怕阿芬堵心 唐红恩还真想原地不动 让夏大军带着女人过来炫耀 那他就能正大光明保护阿芬 让夏大军从此再也不敢造次 唐红恩挺遗憾失去了一次机会 终究还是心疼刘芬的心情占了上风 不想夏大军那么糟心的人出现在刘芬面前 从火车站离开 李凤梅也松了口气 他着急去批发市场看新货 连招待所也不想去 唐红恩自无不可 到了批发市场 李凤梅到处张望 感觉到了异样 阿芬 你有没有发现 这批发市场有点变样了 哎 好像变整洁了 乱哄哄的地方 也有人打扫 还有带着红袖章的人巡逻 以前来时可不是这样 刘芬和李凤梅都奇怪 唐红恩随口道 不管什么市场规模大了 都要统一规划 阳城政府对这里重新规划过吧 阳城现在的服装市场很厉害 后来居上 在全国都有了名气啊 以前别人进货 是去护士 只认护士的衣服 现在转而认可阳城货 刘芬和李凤梅听得恍然大悟 不愧是大市长 懂得就是比一般人多 小王眼观比一比关心 他好像又学会了一招啊 领导说得那么正经 好像七月份时 在批发市场被偷了钱包的是别人 当然要整顿啊 不整顿像话嘛 市场的钱包都偷 普通老百姓该咋办 大军哥 总算是下了火车 长途坐车真不是享受 哪怕有雾铺水 小宇毕竟是刚怀孕不久 闻着火车上的各种味道 着实难受 好不容易下了火车 夏大军要扶着他 要提行李 也是兵荒马乱 偏偏这时 夏大军还心不在焉东张西望 小宇差点被人撞倒 对夏大军的走神也有意见 夏大军脸上有两分心虚 小宇越发好奇了 大军哥 你看啥呢 好像 看见个老乡 可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看见老乡 心虚啥呀 小宇眯着眼睛 他也是夏大军的老乡身份上位的 对所有老乡都很警惕 女老乡嘛 自然不用多说 哪怕是男老乡 大和村穷得叮当响 夏大军能认识的人 哪个不是穷鬼 要是遇上了 夏大军说不定还要破点小财 那可不行 夏大军赚到的钱都是他的 现在他掌握夏大军的工资 更是名正言顺 毕竟两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大军哥 可能真是你看错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鹏城吧 你要早点回公司消假 还得通知家里人 我们结婚的消息 回了一趟老家 花了十来天 现在一算 小宇怀孕差不多三个月 也是能公布好消息了 夏大军就把刚才的事 抛在脑后 他好像看见 刘芬的娘家大嫂 在车厢里就认出来了 可身边带着小宇 夏大军怕李凤没撒泼 也怕小宇多想 没敢上前打招呼 好在李凤梅也假装没看见他 他还故意慢点下火车 却没想到扶着小宇下来 正好看见李凤梅 钻到了一辆小汽车里离开 夏大军跟在杜赵辉身边的时候 见惯了豪车 和大少爷的座驾比起来 李凤梅钻的小车 自然很普通 但那毕竟是小车 李凤梅在 刘芬会不会也在车里 想到和服装店老板 私混的前妻 夏大军连后脑勺都在疼 就为了戳入有辆破车 就不要廉耻了 他以前也没瞧出 刘芬是这种人呢 那女人在她面前演了二十年戏 木讷老实 一副瘦气包的样子 都是假的 罢了 只要不在她面前出现 也不是人人都知道 那是她夏大军的前妻 丢脸也丢不到她头上 丢的是夏小兰的脸 咋不管管她妈妈 不是找了个家事好的对象吗 南方家里要是知道 刘芬不守妇道 对夏小兰肯定意见很大 夏大军对关慧娥威胁她 夏小兰和她划清界限的事耿耿于怀 原本对夏小兰和刘芬有的几分愧疚 有了小雨后想法都变了 总惦记白眼老女儿干啥 小雨啊 很快就会替她生下传宗接代的儿子了 夏大军精神一震 带着小雨从阳城入关返回鹏城 晚上时全家人都凑到了一起 夏大军还掏钱让王金贵买了烧鹅加菜 夏老太歪着嘴巴 大军你咋回去那么久 这要是个懂事的 哪能叫你请假回去给他爹助寿啊 五十岁助杀寿 当心享受太过折了福气 有啥好过寿的 他这个当亲娘的还没做寿呢 小婊子就会哄人 夏大军正好给小雨加了块烧鹅 小雨只当没听见老太婆的酸话 刚把烧鹅送到嘴里 原本很喜欢吃这菜 现在闻到味儿都想吐 小雨干呕两声 捂着嘴巴冲出屋子 夏老太差点气死 我就说了两句 他作怪给谁看呢 妈 今晚高高兴兴的 你为啥总要说小雨啊 其实我和小雨回老家 是领结婚证 小雨怀孕了 你马上要抱孙子了 以后别让小雨干那么多事了 等她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 你难道不高兴吗 夏大军眉毛都在跳舞 一大桌子人鸦雀无声 啥 结婚了 怀孕了 他高兴个屁 抱孙子有啥激动的 夏家已经有三个男孙了 夏老太早激动过三回了 第四回实在没啥激动的 但架不住老二高兴得很 夏老太眼歪口鞋 挤出一个笑 却像哭一样难堪 你结婚咋都不告诉老娘就做主啊 大军 这女人没领证就和你睡觉 能是啥好人呢 大军